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也不再详细介绍曲博士背景 我只要提一下说曲博士让我最惊艳的 就是他在YouTube上面有一个频道 叫做曲博科技教室 各位如果到YouTube上面去看的话 里面的主题真的是一乎无所不包 大家只要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科技名词 包括什么半导体 你好几集在讲半导体台积电的新技术 等等等 曲博士都可以做自己要做很多功课 甚至要做一些图片解说图片等等的 用非常深入浅述的方式 跟我们网友介绍一些新的科技 所以我自己是蛮高度推荐我们网友 可以去多看一看曲博士的科技教室 非常非常有内容的东西 那今天因为是我们要谈金融科技 我想我们以前找曲博士来谈过一次 这个区块链吧 所以继续谈金融科技 应该也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 I want to 请你跟我们网友先打个招呼 院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这个区块链是一个基础 然后就带动了很多金融科技的发展 那么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所谓的NFT 那我们现在回归一下比较基本的东西好了 当然从这个金融科技开始 一开始引出这一大串麻烦东西的 大家对他又爱又怕的 就是比特币 但是后来又出现一个新的 叫做以太币 是不是 或是以太坊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说 他们基本上应该代表区块链的 两个阶段的不同技术 是不是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我们叫它区块链1.0 2.0好了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跟我们说明一下 区块链1.0讲的就是比特币 这一种它的特色 我们之前介绍过 就是它有很多矿工 那这些矿工基本上分散在全世界 大概一万多个矿工 那这个矿工它们有一个存折 这个存折叫做区块链 我们上次介绍 那区块链1.0指的就是 写进这些矿工存折里面的这个交易 一定要是比特币 所以比特币的区块链 只能写比特币的交易 这一种就称为区块链1.0 那后来就有科学家想 奇怪了 这种比特币的这个区块链 基本上就是资料写进去不能改 算是一种资料库的技术 对 那既然是不能改 那为什么一定只能写比特币的资料 谁规定的呢 所以这个就有科学家创立了所谓以太坊 同时发行了一个新的货币 叫做以太币 那当然也有以太币的矿工 那以太币的矿工的这个区块链 它就规定 什么东西都可以写进去 不限于以太币或是 任何的加密货币 真的 或者是你想写一段文章 你想写一个合约 你想要写 也可以 对 通通可以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智能合约 那基本上任何东西你要写都可以 但是前提是你要付手续费 而且是以太坊的区块链 所以你的手续费就要用以太币 以太币来当手续费 对 可是如果你没有以太币怎么办 想办法买 你就得花钱买 真钱就买了 对 你就得用真钱买 所以这样是不是就把以太币 跟真的钱就拔下来 而且它确实是创造了很多新的应用 这样让以太币能够更有价值 这是他的想法 其实很聪明 所以等于说区块链2.0 就是让区块链的资料 这种算是一个资料库的机制 可以比较逸致化 逸致化 不是只限于单一的这种加密货币 那如果真的是 要开放给不同种类的加密货币 往里面写的话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就会有别的事的问题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应付呢 因为他后来又搞了一个 叫做以太坊的开发者什么ERC 对 那个我们这边有很多英文的名字 我们网友不必太在意 我们只是要去强调说 他做一个跨这一步 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 或是要有额外的功夫 这代价或是功夫是什么呢 ERC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所有的工程师 都想要写资料进去 那你就不能乱写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格式 所以以太坊很聪明呢 他就开发了这个叫以太坊开发者意见 讲白了就是规格书 你要写程式进去 你就要follow我的规格书 那这么多规格里面呢 最有名的有两个 一个叫ERC20 ERC20呢 写进去的我们把它称为 可以替换的代币 就所谓的FT Fungible token的意思就是呢 这种币呢 是可以交换的 譬如说呢 我要发一个币 叫做这个知识币 那这个知识币跟别人做这个币的交换 就像我们平常在花钱一样 货币的交换 它基本上是可替换的 那么这一种我们就称为可替换的代币 所以像比特币一块钱跟另外一块钱 是完全是对等可以交换 这个就是可替换的代币 是是是 这个就是ERC20 OK 规格上面来讲了 这些人很聪明 他们马上就想到说 为什么我有可以交换的 那应该也有一种是不可交换的 所以他们又发明了这个ERC721 721呢 它这个规格呢 就是发行出来的币呢 是不可以替换的 所以称为 Non-Fungible token 我们上次介绍的NFT 就是不可替换的 对不对 这个NFT是代表的 可能是某一个艺术创作 对 那个NFT代表的可能是NBA球员的一个经典片段 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呢 NFT它每一个代币都不一样 它都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变化 了解 这个就称为NFT 嗯 好 这个的确是越来越多彩多姿 是 那我们也注意到 今年三月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儿童游戏的网站 那他们 呃 那个游戏的网站叫Rob Lux公司 他们IPO 那他们就趁着这个NFT这个热潮啊 他们也自己搞了一个虚拟货币 其实上一集我们 可教授有跟大家讲说 其实搞一个自己的虚拟货币 很简单 对 很简单 很简单嘛 是 我也发行过加密货币 你也发行过嘛 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 是 那个工具也很完整 是 现成的 一个小伺服器 一个手机 其实都就可以 一个程式就可以了 问题是 你的东西 别人接不接受 认不认账 是 所以这个游戏公司呢 就搞了一个自己的虚拟货币 叫做Robux 这Robux 就变成说 这个游戏公司好先见 就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投资人了 这个公司好像很先见 就无形中就觉得这公司更有价值了 这个是这个公司刚刚上市的时候 所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在传统的证券市场 所谓的IPO 是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第一次 Public Offering就是公开 在发行 对 那后来就听到有很多新的名词 就是ICO 像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宏记的同事 去搞了一个ICO公司 结果后来无疾而终了 大概煞雨而归 或是什么STO 或者是IEO 这些又是什么挖钩 我实在 我虽然很用心的在 注意这些趋势 可是我其实老实是跟你讲 我被搞得很迷糊 是 这个区块链的这个 在操作这些的人 他们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创造新名词 这一点真的是 然后我们去搞懂新名词 缩写代表什么都要花功夫 对 但是其实说穿了就一文不止 我们来看什么叫ICO IPO 确实有一些是创新应用 那当然里面当然会夹杂的很多诈骗 这肯定是有的 IPO大家知道 假设我们今天公司缺钱 那缺钱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就发行股票 然后拿这个股票去换现金 这个就叫IPO 就上市上跪 对就是上市 那这个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IPO 对 那什么叫ICO呢 这些币圈的就想到这一招 那既然可以用股票换钞票 那为什么我不发行一种加密货币 去换另外一种加密货币 这边很重要 它不可以换钞票 因为如果你发行一个加密货币换钞票 那个叫非法吸金 那个要抓去关的 所以他们很聪明 他们是用发行一个加密货币 去换另外一种加密货币 譬如说我发行一个科学币 去换什么呢 去换以太币或者比特币 那我换到以太币比特币 这种币因为已经是市场公认的 有价值的币 所以我在去交易所 把这个币换成现金 最终我还是要拿到现金 但是我可以避开法规 不会违法 对 这个是ICO 所以很简单 ICO就是用代币换代币 了解 那STO是什么呢 接下来就有人觉得 这个想法不错 那为什么我们真正的股票市场 不能用这样做 为什么我们要印股票呢 我们就让他印这个加密货币就好了 发行就好了 发行 所以他们马上又发明了这个STO 这个叫证券代币发行 那证券代币发行 没有实体证券变成代币 对 他就是没有实体证券变成代币 那这个STO其实 据说这个金管会也讨论了很久 确实有想要立法 让台湾的这个证券市场商 也可以来做这个STO 但是这边有一个差异 ICO为什么大家这么热衷 原因很简单 因为无法可管 没人管 所以这些人很热衷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换钱 但是你一旦变成STO之后呢 就会受证券法规的规范 是 那这样其实就会绑手绑脚 那既然要绑手绑脚 那企业干脆就真的去发行股票就好了 就用原来的机器来运转就可以了 所以STO这个东西讨论了半天 没有什么结论 坦白说我个人认为就算STO上线了 真正会参与的人也不会多了 因为真正正常的企业 对不起应该说是传统在经营的企业 我就是到传统的股票市场就好了 尤其是要吸引菜兰卓的话 你不能弄一些 他们搞不懂的东西去 那比较新创企业小公司 他当然就会想要STO 可是问题是你尽管会又设了一堆法规来规范 那搞到最后呢 STO跟一般的IPO一样复杂的话 那其实对他来说吸引力也不够 了解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未来会如何 我觉得还是要看监管机关怎么看 那IEO呢 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叫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 那因为一般我们ICO要写程式 就像我刚刚说的 要发行一个加密货币要写程式 而且重点是我这个币发行之后呢 通常要把它换成另外一种币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挂在一个 所谓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才有办法跟人家做交换 那干脆啊 我去找交易所 直接发行最快了 所以又创造一个新名词叫IEO 是这样子 其实意思都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 那个名词这么多 真的是老力有点负担 现在这样子比较了解了 就是从虚到实质间在不同的尺度了 ICO是一个完全虚拟世界里面 虚拟货币换虚拟货币 STO是想要把现在实体世界的证券 用这种虚拟的方式来发行 那刚才讲的IEO呢 就是也是一样 直接找交易所 直接找交易所 所以这样网友们希望比较了解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刚才讲的这个金管会的角色 要不要监管嘛 这个牵涉到所谓的 现在大家一直说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区块链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种 资料库的一种账本技术 那把这个观念扩展一下 就有这个所谓的去中心化的金融 叫做DEFI Decentralized Finance 相反词的话就是中心化的金融 Centralized Finance 一个是DEFI 一个是CEFI 那这个两个又是 有什么样的区别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 这种名词或是形态呢 所以我说他们一定要再创造 专有名词啦 对嘛 所以呢 当然我们刚刚说包含比特币 以太币这一种金融 基本上是虚拟化的 而且它是分散式 它是有一大堆的矿工 而且我们也不认识那些矿工 所以他们就创造了一个 新有专有名词叫做 Decentralized Finance 所以叫Define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新名词 它主要是要去对比 传统我们现在的金融业 有一个监管单位 然后有一些银行 这种属于集中化的这一种金融 所以它主要是要强调 它的特性跟集中化的金融不一样 但我个人认为 其实它就是一个 创造出来的专有名词 是啦 有利于行销 或是说来跟现在对比的话 每一个国家有一个 中心化的管理单位 像金管会 每一个国家就一个 也不能多 但是你刚刚说现在全世界 比特币的矿工有多少 一万 一万个 那世界上没有一万个国家 对不对 这一万个矿工彼此是 不认识 不认识 但是是地位对等的 对对对 通过这个群形的 对 那这种 所谓的 分散式或是非去中心化的这种形态 会不会变成将来的趋势 我先请教讲一个案例 就是internet internet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架构 我记得在几十年前 internet刚刚要萌芽的时候 那个有传统的电信单位的人 他们习惯于是电话式交换机 所有的线拉到电信机房里面 然后用交换机交换 那所以就算是一个中心化的做法 那后来出现internet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的困惑 他们觉得说这种 没有人管理 或是这种管理 其实是自动化的 但是是善在整个 这是平面 不是一个集中的这种方式 会成功吗 他们早年早年 电信业者是抱怀疑的态度 当然现在没有人怀疑 因为internet毕竟是成功的 所以同样的问题 会不会出现在金融里面 就是说金融这种 去中心化的金融架构 会不会也有 可能变成将来的趋势呢 我觉得其实internet 跟我们现在讲的金融 其实它的状况还是有些不同 我想网路用这种 去中心化的方式在运作 当然相比于早期 这个中华电信 用这种中心式的方式在运作 当然会方便很多 所以它会来成功 但是金融呢 毕竟是一种特许行业 那我讲一句白一点的 只要跟钱有关 就一定要监管 我这个想法 其实跟诺贝尔经济想得主 克鲁曼是类似的 他也是支持金融 就是要有中心化的方式 为什么 我用比较白话文讲 因为只要是钱 就有人想圈 所以如果没有人监管 那一定是 那当然里面一定有一些不适 可能是真的想要让金融体系 变得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骗子 所以 这话说后来 其实现在internet上面 也有很多诈骗网站 是啊 然后或是 然后那个跨国犯罪 那就造成很多这个管理的困扰 还好它的这个internet效益 远高于这个诈骗的问题 所以大家还可以接受 可是牵涉到直接的钱就 对 这是为什么金融单位会盯得这么紧 它主要的原因是这样 所以整个金融你说 可不可以朝向分散式的去执行 理论上当然是可以 但是呢 怎么样的方式去监管 就是说你即使是去中心化的方式 你也绝对不是放任一个去中心化 爱怎么玩都行 绝对不行 因为这样下去呢 一定会有很多受害人 因为这些没有监管的状况下 利用各种管道去行销 那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是假的 那一定会有受害人 我觉得最后一定是监管单位又要出来善后 所以不如呢 监管单位在一开始就要介入 了解 会比较好 所以从监管单位的角度来讲 他必须去了解这些技术 然后他要适时的介入 他如果不适时介入 人家会说他失职 对不对 但是他其实 我懂了 但是另外一个压力就是说 他如果介入的手段太怎么样 又让人觉得说他妨碍金融科技创新 所以这个也很难做 他们是这么讲的没错 对啊 但是还是要管 我还是觉得要管 应该要管 钱就是要管 对 那个 我们上一集讲的NFT 那NFT好像是另外一种代币 它背后代表的可能是一个艺术创作或是一个什么的 那么我们上次举了一个案例 我今天想继续的请教你 上次举了一个案例就是说 那个Twitter的创办人 Dorsi 他的第一则 Twitter贴文 好像是利用这个NFT 当做媒介去开标 卖了好多好多钱 8500万 对 好几百万美金 对对对 台币 对对对 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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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台币是8500万 对对对 我如果说拿50块钱 我去水果摊买了一个香蕉 买一串香蕉 可是我花了 好几百万美金 我买了这则贴文 可是贴文全世界人都看得到 并不是灌在我家的保险箱里面 所以这个实质上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有人愿意 花你说几千万台币 8500万台币 那么高的钱去买一个东西 并没有这种 Physical实质的归属 对你什么都没有拿到 对啊 为什么会有人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说都是 把戏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推特的创办人拿这个贴文出来标 他实际上是拿这一则贴文去发行一个 这个以太坊的不可替换代币 就是我刚刚说的 只有一枚 全世界一枚 而且它里面会注明这一枚币代表这一则贴文 对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代表 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是的 这个贴文任何人还是看得到 对啊 跟这个币其实也没关系 但重点是因为这个币已经指明了 就是代表这一则贴文 跟这个连起来了 就用这样的虚拟的方式把它连起来 重点是它拍卖为什么有人愿意发8500块钱 对啊 这我刚刚就好奇啊 对 原因很简单 因为真正去标的这个双方一直喊价喊到很高 但是这双方呢 其实都是币圈在玩币的人 你说去标的人是虚拟货币里面的玩家 没错 这些人啊 在早期呢 这些加密货币不值钱的时候啊 他就已经手上握了一堆这种币啊 讲白了 他的成本呢 可能只有几百块美金而已 比特币现在一颗三万多块美金 那是现在啊 嗯 六七年前呢 一颗比特币几块美金而已啊 所以你看那个价差是一万倍 嗯 所以他呢 实际上虽然是拿了这个以太币去标这个NFT 但实际上对他的成本可能就是几百块美金 但是限值是几千万 8500万台币 就是290万美金 哦 了解了解 所以他不是拿真的美金去买 不是 他是拿他当年 这个以太币 那当年买的这个以太币 其实成本是远低于这个几千万 哦 是这样子 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一个炒作手法 嗯 标完之后呢 成交 嗯 接下来发新闻稿 你看大家对NFT多么的热衷 你看有人愿意花8500万台币去标 这个东西代表未来一定非常火 所以媒体报导只报其一 没有报其一 因为我老实说 我是当然没有8000多万台币 但是我其实有的话 我要去买一个推特第一则贴文 我还会考虑在上 我搞不好去买车子 豪华的进口车也可以买好多部了 而且呢 各位想想 假设今天呢 我把这个 一用这个NFT的机会把这个币炒热之后呢 这些币是不是又要涨一波 对 那又要涨一波的状况下呢 我再拿我手上其他的币 因为我本来就很多啊 我只拿了其中一小部分拿来标 就可以炒作出这样的假象 然后我回头再去交易所 把我剩下其他的币倒一倒 我不是大赚一票 所以我常说这个其实是一种把戏啦 那坦白说操作的很漂亮 是是是 呃那个我们继续聊NFT啊 也是上一集开始聊的就是说 NBA其实就把他们有些篮球明星 好像我记得是LeBron James 一些精彩的画面 是 短短的短片剪辑下来 他把它叫做moment 然后每一小段moment的画面 短片就绑个NFT 是是 那这个NBA开始做这个事情 是 然后艺术的这些创作啊 也开始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NFT就变成火热啊 因为喜欢运动的人 喜欢艺术的人就被吸引了 是 呃 好像我们歌星圈子里 肖静腾也有类似发行NFT 是 对不对 所以NFT你看怎么看 像肖静腾 被这些艺术创作家 歌星运动员 好像越捧越高呢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嗯 事实上呢 发NFT呢 它背后还是有一个意义的 它的意义是这样 因为早期的艺术创作者是画画 毕卡索是画真正的画 对 所以这个画呢 就可以拿去这个拍卖中心去拍卖 对 那毕卡索呢 它其实拿到的钱很有限 因为通常画家能拿到的是第一次标出去的钱 最少的时候还没有涨价 在不值钱的时候 后来这个画呢 越标价格越高 对 但是其实都是后面那些人赚钱 对 这个画家一毛都拿不到 对 那么更有趣的是 现在的画家已经很少真的用笔画了 很多都是用电脑画 对 那用电脑画完的东西就是一个档案 一个档案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你说谁愿意花钱去标一个虚拟的东西 而且可以无限复制 对啊 大家都可以复制 那我就算标了对我也没意义 对 所以后来他们创造这个NFT 它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 我真的可以把这个虚拟的画像 或者虚拟的这个影片 您刚刚讲的 把它包装成一个代币 然后再去拍卖这个代仅 原来不是唯一的 现在包装以后变成唯一 唯一 对 但是实际上呢 它还是跟一般的画有点差 因为一般的画 真画就那一幅 对 可是这种虚拟的影片呢 坦白说还是可以任意复制 但是这一颗币是不可以任意复制 所以我就去标这一颗币 但是坦白说啦 你说去标到这颗币又有什么意义呢 它是一种象征上的意义 对我来说 我会愿意花这个钱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 我觉得它以后会涨 所以我就标下来 再贵我都敢标 为什么 因为只要会涨 再贵都无所谓 另外一种状况 纯粹就是因为我是粉丝 我想要捐钱给这个肖静腾 所以我就来标这个币 所以各位只要去判断 看它的成交价是多少 如果成交价是合理的范围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对方是你的偶像 你也愿意掏出来的 那个大概就是真的 做这种所谓 donation 捐赠的这种概念 在标这个币 如果那个币是标到了几千万台币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例子 那个纯炒作手法 大概是这样 所以不能说它没有意义 而是说它是一种手法 确实让这种数位的创作者 有一个可以得到回馈的管道 不然其实在数位世界里面 大家都说歌星 作曲家 好像你知道以前 以前那个歌星还靠卖唱片 卖CD 结果后来数位时代以后 几乎就卖不了什么CD了 对不对 那这个歌星就相对比较辛苦 后来歌星就变成说 发现说平常在网路上唱歌 不收钱也就罢了 在打你的这个群众基础 那你有一天真的要开演唱会的时候 那时候要卖门票 那个时候愿意花很多的钱 很高的门票价格去听你的演唱会的 就是真正你收入的时候 那这个当然对于歌星来讲 我觉得是有点辛苦 我们当然希望说 早年如果说卖CD可以收到钱 当然唱歌就有这个代价 现在等于有点 透过NFT 像刚刚你讲的 譬如说肖静腾 肖静腾有发行这NFT的话 等于NFT是它另外一种收入的来源 是 大概用这样的概念 所以其实它是有正面的意义 对对对 OK太好了 那最后 我们先前有一集 也是邀您聊这个量子科技 那么你刚刚也讲到说 像从比特地币开始 矿工 矿工就是在挖矿 那挖矿其实就是找一个server 拼命地在算那个演算法 对 那你演算法算算算算算到某一个地步 就算是得到一个比特币 对不对 是 那这些演算法非常好电脑时间 是 甚至有的像我记得有几年前 大陆并还没有开始对这个矿工 加以政策上限制的时候 其实大陆很多人在挖矿 对后来先禁掉 对后来禁掉了 对不对 那大陆很多人挖矿 他们其实就造成对于电脑伺服器很大的市场 需求 对不对 表示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费电脑的 是 那甚至有人说 比特币其实是一个不太环保的东西 因为它用了太多电 真的是 每一个比特币背后是代表很多的电 是 那上次我们讲到量子科技量子电脑 量子电脑大家就是说 这量子电脑当然速度会比现在一般的电脑 快一个不知道多少倍 很可怕的倍数 那如果说将来量子科技或是量子电脑慢慢普及以后 对于现在这个加密货币 尤其是底层的这个区块链 会不会有什么冲击 像现在人家都说 将来量子电脑解这密码 可能现在电脑解一年的 可能将来这一秒 是 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冲击 会不会这加密货币整个技术基础 受到相当大的冲击 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 那个我们讲量子电脑能够破解的 主要其实是区块链技术 或者说加密货币技术里面一个验证的动作 我们称为公开金要验证 公开金要验证 跟我们刚刚谈的采矿 其实是不同的步骤 量子电脑对采矿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这样子 它会影响到是验证 什么叫验证呢 譬如说我今天用这个比特币 付给另外一个人 那这个矿工必须要确定 我这个交易是真的 它的验证方法用的就是公开金要验证 而这种技术跟演算法 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听过的 自然能凭证 自然能凭证 概念是一样 它用的技术是一样 而这个量子电脑 它针对特定的演算法 这个秀儿演算法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破解这个公开金要验证的技术 也就是自然能凭证 所以这样的加密技术 就等于不能用了 那这样的状况就代表加密货币市场里面 这个验证的动作就不能再用公开金要验证 这个演算法 必须换方法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 未来这个量子电脑成熟之后 现有的自然能凭证 网路加密跟这种所谓的 加密货币里面的这个验证的这个手细 就不能用原来演算法 必须要换 了解了 那换成什么演算法 现在还不知道了 院长问到好问题了 现在呢 确实有人在开发量子电脑 没办法破解的演算法 是吗 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厚量子密码学 那是一门新学问 那是一门新学问 也就是我们要发明特别的演算法 就算量子电脑也破解不了 但是到底是什么演算法 目前还不确定 但是呢 全世界有好几个团队 都有提出他的想法 那目前还在做这个比较 还在评审 各位网友 金融科技 等于是开启了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用钱的另外一页 那这里面 深真实实 虚虚假假 到底什么东西 是我们每个人 该开始去了解掌握 有的东西可能是宣传的噱头 我们应该要有一些 基本的判断力 不然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诈骗电话 说哎呀对不起 那个什么什么 你那个转账的时候 弄错了什么东西 所以你再回ATM机去 去做一些什么动作 这些诈骗手法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了 早年有人被骗 现在几乎不会受这种 诈骗电话的骗局了 但是呢 因为这种金融的技术 不断的在进步 我刚刚说的 什么东西是噱头 什么东西是对我们将来生活 真的会有实质的帮助跟影响的 我们这边找了 不管是上次的葛教授 今天的曲博 都是让大家有一些 基本的观念 其实将来来日方长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这些科技的发展 但是我觉得今天曲博 给我们一个非常务实面 实际面的一个检视 就是说什么东西 我刚刚说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到底什么东西 该怎么去看它 所以今天我谢谢曲博 今天第四次来 我们希望还可以邀你 第五次第六次 谢谢院长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也只能跟大家 暂时告一段落说 拜拜咯 拜拜 拜拜 各位网友 今天的节目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 记得多看几遍 帮我们把它分享出去 但是要记得订阅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们上面通知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来讨论交流 想更了解我们的朋友 请你按赞我们的粉丝团 追踪IG 还有订阅我们的LINE社群 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